诗篇二十一篇第八节 你的手要守出你的一切仇敌 你的右手要守出那些恨你的人 在这节经文大卫继续讲到那个你 我们一直看到二十一篇 大卫不断用那个你字 去指导 其实就是指导神 因为我们看到在二十一篇 很多的经文 就是你以美福迎接他 你又使他有洪福 所以这个你 现在就转了一个方向 就不是指导 你和这个王 那个的关系 反而就指导你和那些仇敌的关系 我们要看到这里的仇敌 不是指导大卫的仇敌 因为在第八节里说 你的手要守出你的一切仇敌 是你的仇敌 就是大卫他说 就是耶和华 上主 或者是神 神的手 当然这是一个 移人法 就是神是灵 他没有他的手 就是没有欲看我们的手 但是 在这里就是 就是 比喻到 神 是要 找出 他一切的仇敌 这里 没有说明 这些仇敌 是什么仇敌 但是这里 说了 你的一切仇敌 就是 所有的仇敌 那这里可以 就是广泛地指导 所有 敌党神的 就是 这些的敌党神的 无论是人也好 其他 不同的 就是 仇敌也好 但是 神 他是存知存在存能的神 他是可以 找出所有的仇敌 而后面那句 就是 平衡 第一句 我们说过 诗篇很多时候 用了这个 平衡体 这个 就是一个 同意的平衡体 就是 后面那句 你的右手 平衡前面 你的手 你的右手 特别 我们也说过 一般 人就是用右手 你用慣右手 右手 是象征一个 更加有能力 要搜出 那些恨你的人 那些恨你的人 就平衡前面的仇敌 所以 在这里 就可以解释到 什麽是仇敌呢 就是那些恨你的人 就是恨耶和華 敌党神的人 所以今天 我们也会看到 有一些人 他 就是 恨这个神的 这个很奇怪 但是我们 也 继续去倚靠神 去仰望神 七天父 我们也需要倚靠 仰望你 主要我们看到 你是全能的神 有人 是敌党你的时候 你是会 找出他们 主要求你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在基督的爱里面 我们自己 化解到那些仇敌 祈祷 盟求 阿们